欢迎来到就爱看影片 今天要跟各位介绍 十大幸运神人 让我们看下去吧 第十名 山口山 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末期 美国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扔了两颗核弹 第一次山口山在广岛出差 结果核弹在他出差不远的地方爆炸 但山口山幸运地活了下来 他马上赶回自己位于长崎的家 结果第二枚核弹又在长崎爆炸 这次他依然是幸存者 而且是世界上唯一的遭遇两次核弹爆炸还能存活的人 最后山口山活到了93岁 第九名 凯撒大帝 其实凯撒大帝能够入选十大世界上最幸运的人排行 让很多人感到意外 因为从能力上来说凯撒大帝是超过很多人的 他能成为罗马帝国的奠基人可能靠的是实力 但是你不能否认的是他运气也绝对不差 很多人有能力但不一定有机会 而成功后的凯撒不仅是欧洲权力最高的男人 而且还获得埃及艳后的垂青 所以他也被称为永不磨灭的传奇 第八名 迈克三兄弟 1992年的时候 迈克克里斯克雷格三兄弟驾驶着直升飞机外出游玩 结果飞到一个火火山口的时候 直升机的引擎动力装置出现问题 飞机坠毁在了一个火火山口 下面就是翻滚的岩浆 发着死亡召唤般的呼唤 三个人在火山口呆了二天 最后被救援队救走 而三个人只是受了点轻伤 第七名 赫尔斯特鲁 在十大世界上最幸运的人排行中 赫尔斯特鲁是非常幸运的人之一 他曾在跳伞的时候险些被陨石砸中 当时陨石就在他身后不远的地方 不久之后陨石在离他20公里的地方爆炸 而他竟然神奇般的活了下来 要知道能够亲眼看到陨石落到地球上就不容易 而他却与陨石一起飞行了很长时间 第六名 朱利安 在1971年的时候 南美洲发生了一起震惊世界的空难 空难中唯一的幸存者叫做朱利安 也许有的人会说空难幸存虽然少见 但也不是唯一 他怎么就能算是最幸运的人呢 主要是朱利安在空难幸存后还遭遇了其他一系列的灾难 他坠毁的地方是亚马逊雨林深处 旁边就有无数的鳄鱼 食人鱼等等 要知道被爷在亚马逊也寸步难行 更何况是一个弱女子 幸运的是朱利安在雨林中躲了十多天 被路过的伐木工并救走 第五名 穷 有的人买彩券连个五块钱都很难中 而有的人不想中却拼命给他大奖 比如美国人穷就是其中之一 第一次中奖时他拿了540万美元的奖金 十年后随便买了次彩券又中了200万美元 两年之后再中300万美元 不久之后的2008年更是中的1000万美元 这样的人不入选十大世界上最幸运的人排航是不是有点说不过去 第四名 霍华德 在1958年的时候 阿拉斯加发生大地震 因为地震发生在海里 所以引起了巨大海啸 霍华德父子当时正在海中航行 这场海啸铺面而来 数据显示当时的海啸高度有525米 速度达到160公里 可以说霍华德父子驾驶的船只是不可能逃得掉的 结果他们却奇迹般的返回了港湾 据说是乘着浪头穿越树丛回来的 第三名 拜格姆 在2013年的时候 孟加拉国有一个制衣场发生坍塌 制衣场里面有1100名工人 他们全部被坍塌的大楼给压在里面 其他1100人几乎全部死亡 但只有年仅19岁的拜格姆幸存了下来 他被埋在瓦利深处 但是幸运的是有仅存的食物和非常有限的水分 最后他依靠这些食物和水活了17天后被找到 并且最终得救 第二名 过奇斯 在十大世界上最幸运的人排行中 有两个与陨石有缘 过奇斯的经历可能更加神奇 1954年的时候 过奇斯正在午睡 结果一颗大小和磊球相似的陨石砸中 他们家房顶 穿透天花板砸到收音机上 但到大腿上 虽然陨石不大 但是冲击力巨大 否则霍奇斯的头可能被砸爆 幸运的是他只是大腿受了些伤 第一名 几年后巴士车祸福兰幸存 高速公路上汽车着火福兰幸存等等 最严重一次是开车掉下300英尺的悬崖也幸存了下来 到这里你以为他好运气没有了 结果买彩券又中了600万 如果喜欢这个影片 欢迎订阅追踪开启铃铛 才不会错过最新影片